第49节 7点50 吉姆·贝克特抵达来当见证人 他还带了一位朋友吉姆·坦南特 他是在埃尔麦拉附近的康宁玻璃公司 从事光谱测量和数据质表的技术研究员 两个吉姆都是25岁左右 都有电子方面的技术才能 都是业余无线电操作员 晚上8点我尝试了心理时间 没有成功 我无法达到那种必要的等待 和就在入眠前的那种宁静状态 真在8点30分尝试了 也没有结果 到8点55分 真像往常一样的紧张 但不是因为证人的原因 开始传述后 他的声音相当有力 比平常更低沉 在整个课程期间 他都保持着这个良好的嗓音 因此不再提及 他跺步比较慢 眼睛漆黑如常 晚安赛斯 晚安 我很高兴洛克来参加这趟定期课 并且还带了一位朋友来 虽然不是我的朋友 但这位朋友却是他无数次的朋友 就洛克和他朋友而言 这个关系已经连续了三世 我不认识他 你也不认识 约瑟 他曾参加过宗教法庭的时期 易住 中世纪天主教审判异端的法庭 也和洛克一样 还残留着旧有的刚硬 然而在他的情况下 一种过度的狂热的本性一直存在 即使是现在 他的热情也是极度的狂热 虽然现在显露出一个幽默的外在人格 但极度的权威性 和有时过于僵化的本性 却把目前这个人格限制住了 在某些情况下 这些限制相当于束缚 往往在应该听从内在指令的时候 却沉溺在狂热的忠诚里 他在宗教法庭时代 加诸于他人的残酷 是出于最纯粹的目的 他坚信自己是在尊崇上帝的旨意 有原则的人所施加的残酷 比没有原则的人所能想象的还要多 这个人格一直在努力纠正就有的错误 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 但却要冒着牺牲内在自发性的危险 甚至要冒着失去他本质中非常权威的那些面向 所以仍然有一种跟随而不是领导的倾向 只因为在宗教法庭时代 他处于权威的地位 他就领导了 他带领人们以教条和宗教的美名 行残酷之实 出于这个原因 虽然他仍有去领导的诱惑 却只允许自己在小范围内领导 还不信任那曾经背叛他的判断力 因此对宗教的兴趣 在现在的人格中重复出现 但努力把这些观念与所谓的现实世界联系起来 对超感官觉知的兴趣 对科学和宗教的兴趣 都代表着他努力把他的各种旧人格联系在一起 并从他们的错误当中学习 洛克在宗教法庭时代就与他非常熟 还有在你们国内中西部的前一世 以及另一世也是 无论如何 我欢迎你们的新朋友来参加课程 他是我先前提过的那些人之一 我不认为在我们的课程期间进行复习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特别是由于会有新的证人要来 必须要有某种方法可以帮助证人补足以前的课 我把这个问题留给你约瑟 这件事应该要想个办法处理 约瑟 为了你的益处 我有几句话要说 在心理时间的经验 涉及你自己在水边的形象 是一个最有效的千里眼经验 因为你还没有去过这个特定的地方 它就是对你们更愿意称之为未来的一个偏见 下面的资料将在第49节课上被简要论述到 今天晚上星期二 1964年4月28日 在尝试心理时间时 10点03至10点25分之间 我有两次短暂而有趣的经历 第一次 在静静地躺了一段时间 接近必要的状态后 接近睡 但还没有睡着 并没有意识到我的身体躺在床上时 我看到了我自己 我是在一个夏天的公共游泳池 但我并没有看到其他人 我从右侧看到我自己 迈着有力的步子 有目的地走着 右臂上搭着一条折叠整齐的白毛巾 显然我穿的是泳衣 但被毛巾遮住了 看不到它的颜色 我确实看到了我裸露的躯干和小腿 除了我的形体之外 我还看到了贴瓷砖的游泳池中 那典型的蓝绿色不透明的水 和有些闪闪发光的管子 显然是围栏或梯子 在我头顶上方 我感觉到一座凉亭屋顶 向外伸展的弧形 弧度优美 我漫步在我认为是 绿白相间的亮瓷砖上 地面上有一长串滴滴的台阶 每个台阶大概有两三英寸高 我跨步走下阶梯时 我的右脚跟从台阶的边缘滑落 一脚踏在下一个台阶上 这个感觉是如此的逼真 以至于我整个身体跳了起来 在床上而且醒着 正当我的脚一滑身体一震的时候 我是我自己 也就是说我不再看着我自己了 醒来后 我想到塞尔的游泳池 但就我所知 这两个背景并不相同 第二个经验 我解释过很多次 时间是一种伪装 这我现在就不说了 不过你们的实验做得很好 尤其是这周 从现在开始 你们的进展应该相当迅速 你能说说看 我看到的那个年轻女孩 虐待狗的经历吗 那女孩是你的亲戚 该事件实际上发生在1935年 那位亲戚现在住在你们的镇上 那条狗没有 那个亲戚是谁呢 这个亲戚的名字是露斯 Ruth 我认为这个名字对你是有意义的 鲁博喜欢挡掉这一类私人的资讯 但是我看他还是让他顺利通过了 做得好鲁博 我希望这种情况能够持续下去 我建议你们休息一下 因为今天晚上有很多资料要讲 9点25分休息 在第一段读白时 真比平时更充分的解离 我表妹露斯的名字让我困惑 是由于当塞斯提到你的城镇时 我想到的是宾州塞尔 我在那里长大 而不是18英里外的埃尔麦拉 露斯长大的地方 1935年我15岁 露斯小我几岁 她当时的身高 与我在笔墨素描中所画的年轻女孩 非常吻合 另外 我看见的女孩是金发 而露斯也是金发 赛斯说 吉姆·坦南特 是他预期会聚集在 真和我身边的团体成员之一 吉姆·坦南特说道 今天下午 当吉姆·贝克特邀请他 出席这节课的时候 他分别有三次 清清楚楚地感觉到 他的头皮在爬动 抬升起来 仿佛要脱离自己 吉姆·坦南特说 他的母亲很有摇视的能力 比如在他生病的时候 他经常会在他还没有来得及通知他的时候 就和他联系了 吉姆·坦南特是一位电台播音员 我们讨论了在我做笔记的同时 怎样把这些课程录制下来 真9点32分继续 你们的新朋友可以叫做马雷斯 这是他最适合他的存有的名字 这是最适合他存有的名字 你们了解这些名字都是一名 事实上所有这些资料都是将实相转换为概念模式 再从概念模式转译成语言 而使用语言 当然就一定会发生扭曲 自我有能力处理的术语 将要和正在接收的内在资料 将是合理又生动的 并将不容置疑的存在 我们应该拟定计划 以便将任何经验记录下来 不过必须允许在一定程度 有摆脱自我的自由 内在自己才能够很自由地运作 我已经谈到了可以进行的测试和实验 它们产生的物理结果 最终会被接受 我还说过所谓的太空旅行 将必然脱离它目前对载具的关注 人们将会发现 内在感官是你们这一类旅行的 唯一持久的方法 当明白了空间和时间都是伪装 以及你们的因果论 是不再具有意义的连续性理论的结果时 那么你们的科学家们就会认识到 试图用伪装仪器以及飞行器来破译基本实相 是不可能的 透过这些仪器和飞行器本身 就会产生扭曲的理论 只能起到更深入探究伪装模式的作用 将会有很多实验 像我提过的催眠将是一开始的基本工具 催眠你知道不是一个伪装的工具 而是一种心理工具 因此它没有伪装 也相对的没有扭曲 不过虽然催眠是必要的 但也只是暂时的 只是为了诱发轻度出神状态 在轻微的出神状态下 内在自己不受你们层面的伪装性束缚 而真正有意思的面向是 唯有让你自己摆脱你自己的伪装宇宙 你才能清楚看见它 了解它是什么 并且真正学会利用它 为人类谋取最大的利益 当进行测试时 这需要花点时间 但当在实验室里进行测试时 利用出神在控制和纪律之下的出神 作为工具和手段 那么很快 你们就能深入到 个人潜意识资料之下的其他层次 我们已经说到过这些其他层次 为了让我们尊敬的客人有所启发 我就快速地再介绍一下 在个人潜意识资料之下 你们会发现一些信息 免费地涉及到种族记忆 这对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 都将大有助益 在这之下 你们会发现 与整个物种的起源有关的资料 在此之下 透过情感与之连结 你将来到内在自己的边界 在进行测试时 内在自己可以被触及 没有太多困难 这里要使用的方法 你 约瑟和鲁伯都已经很熟悉了 为了强调 真敲了敲桌面 所有这些资料 他说的时候都很强调 并且使用了许多的手势 当这些资料开始趋于一致 当在恍惚之下收到许多相同的答案 当发现基本宇宙的知识 就在活生生的个人之内 当毫无疑问 你们所给出的解决方案是相同的时候 那么也只有在那时 你们才会开始解决摆在你们面前的问题 轻度出神状态 再说一次 只是暂时有必要 理论上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这里唯一的必要是 你允许自己不取代自我 而更多的是 让自己能够越过自我而向内看 这里还有几点 仅仅是连接性的资料 我想在进一步讨论 应该和将要尝试的实验之前 先说一下 我建议你们休息一下 总有一个晚上 我会把你们全部打破 break you all up 溢注双关语 但我们一定会把碎片收好 也许我们两个 就可以再把他们全部拼凑起来 用一种最精彩的方式